2024年初,网络上突然刮起了一阵吐槽如意传的风,请一致B站的一位游戏博主没事卡了,在视频中吐槽一句,如意传是爽文古偶,剧情双标,被如意传粉丝围攻,于是博主一怒之下开始专职吐槽如意传,连发100多期视频。 观众也越来越意识到,这部剧集的确有很多不合理之处,随即引发大规模寻嘲。 其中被吐槽最多的是饰演女主如意的周迅,而饰演男主乾隆帝的霍建华,则被很多网友视为受害者。 大家发现,如意传之后,霍建华停工了整整三年,直到2023年才在妻子林心如主演的《华灯初上》里客串了一个角色。 很多人将霍建华的消失归咎于如意传的失败。 要知道,从2002年出道开始,霍建华堪称天生的偶像,一张宛如漫画中走出来的男主脸,让他偏约不断。 转战内地后,他屡四创侠收视传奇,但事业似乎后继乏力,和林心如的婚姻也饱受非议。 从古装男神到无戏可拍,他经历了什么,又为何会突然消失? 今天,时宜就来聊聊失业的爆款男主霍建华。 1979年12月26日,霍建华出生在台北的一个公务员家庭。 父亲是山东人,母亲是天津人,家里祖孙三代都是法务工作人员,哥哥则是一名警察。 霍建华从小长得俊秀可爱,一双深邃的大眼睛令人过目难忘。 但他的童年时光并不快乐,既是起,他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父母无休止的争吵。 渐渐地,霍建华变得敏感,逆向。 在小小年纪学会了察言观色,一旦感觉到家里氛围不对,就会安静下来,表现出乖巧温顺的样子。 可父母还是选择了离婚。 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,离婚还属于心汉事,总会被外人拿来议论,指指点点。 年幼的霍建华不理解父母为何分开,也无法忍受外界异样的眼光,于是用叛逆来掩饰内心的不安与自卑。 他逃课,不写作业,成绩差得一塌糊涂。 因为极度缺乏安全感,他从来不会主动交朋友,因此知心的朋友很少,而打篮球成了他发泄苦闷的唯一方式。 1995年,日本动漫灌篮高手在台湾播出,风靡一时,长得帅又会打球的霍建华,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。 女同学递来的情书塞满了一整个闲盒。 他曾想过将来要做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,但碍于身高,只能做吧,转而希望可以在唱歌这个爱好上有所作为。 1996年,17岁的霍建华进入一家经纪公司,办公办读,做起了台湾主持人曾国成的助理。 助理这个工作,只是称呼比较好听,其实就是每天端咖啡,订便当,拿衣服,被一人各种使唤。 但成年的霍建华不愿意再向家里要生活费,工作再难也坚持了下来,而改变命运的契机就在眼前。 2002年6月,霍建华扶满两年兵役,退伍后恰好赶上陈嘉峻指导的电视剧《摘星招募演员》。 剧组放话,主演可以演唱该剧主题曲《新》。 正为工作筹筑的霍建华对演戏没兴趣,却很想得到这个演唱机会,于是主动报名,出演了剧中男主角的好友夏冤桥,就此出道。 这首主题曲并未给他的音乐视野带来转机,反而是他英俊帅气的外貌深深吸引了屏幕前的观众,将他带上了偶像剧《男神之路》。 2003年一年时间里,他接拍了七部偶像剧,创下全台湾至今五人打破的记录。 最忙的时候,一天内要辗转三个片场,每晚回家休息的时间只剩三四个小时。 那时,他没有团队,没有助理,连代步的轿车都没有,只能骑电动车赶系。 有一次,他最早到片场,因为打不开门,只能坐在门口吃早餐,结果因为太困,睡着了,手里的牛奶撒了一地。 小弟阿姨发现他时,以为他是累到猝死。 好在一切努力没有白费,他和张绍涵、徐绍阳、徐杰儿合作的海童湾恋人,在台湾周末时段创下收视第一。 和陈俏恩、温兆伦合作的千金百分百,更是红遍两岸。 就这样,24岁的霍建华出道仅一年,便迅速成为台湾炙手可热的偶像小生。 那是台湾偶像剧的黄金十年,趁着人气大涨,霍建华与唱片公司签约, 发布了第一张唱片《开始》,想要圆自己的歌手梦。 却没想到,发行唱片后的日子,成了他演艺生涯中最痛苦的一段时光。 为了宣传唱片,他被安排接受各种采访,上大大小小的综艺,在节目中一遍遍演唱主打歌。 摩羯座,不善言辞的他,几乎每天都要和不同的记者打交道, 还要送唱片给前辈做人情,请人家帮忙宣传。 高强度,超负荷的工作状态,让他觉得喘不过气来。 加之,唱片销量惨淡,万般努力付出东流,让他备受打击。 另一边,他还要继续拍戏,但台偶剧模式化的表演形式,让他看不到未来。 外界赋予他的偶像光环,也成为他最想摆脱的标签。 我出了第一张唱片之后,然后我就知道我这个梦想不能再继续往前了。 因为很现实嘛,销售量各方面,我不是怪唱片公司,是我的问题。 因为歌手他是必须要,自我的性格是很强烈的,演员你可以躲在一个角色的背后, 但歌手你上台你就必须要张扬。 短暂的迷茫过后,他毅然下定决心转战内地,将事业重心放在演戏这一件事上。 如果站在上帝视角看,霍建华当时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。 在短暂的黄金期过去后,台偶逐渐没落,很多曾经的偶像剧一哥一姐就此沉浸于茫茫人海。 不过,霍建华在立地的演艺事业同样一波三折。 2004年,他和唱片公司解约,只身来到上海闯荡。 接到的第一部电影是由江城指导,关之林、吴振宇主演的座头。 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小演员的卑微。 我当晚下飞机以后,就到那个酒店,去跟导演说要跟我聊,聊剧本。 然后还有一些剧组其他人,副导演什么的,特别小一个房间,然后旧旧的,破破的。 导演聊完以后,他们又爱抽烟,你在那边抽烟,整个乌烟瘴气的。 好了,聊完了,建华可以,好,那我们走了。 你在这边就睡了,现场一片狼藉那种。 这段经历触动了他本就敏感的自尊心。 我不要求他们照顾我了,就是给我一个比较基本的公平的待遇就好了。 初来乍到的那几年,他挑战着各种颠覆性的角色,不怕扮丑,也不挑剧本。 天下第一中,杰傲不逊,特立独行的龟寒一刀。 屋顶上的绿宝石中,单亲家庭出身,性格温和的周念中。 五十郎中,众议却吝啬的领压兽。 我叫秀秀,是十郎未过门的妻子。 还一人分世三绝。 老婆,我回来了。 老公,你回来了。 分眠的时候,因为难产,去世。 三年时间,他出演了十多部电视剧,平均每年有三百多天都泡在剧组里。 拍戏再苦,他也可以苦中作乐,可生活的苦却让他铭记至今。 远离家人没有朋友的那段日子,他被孤独笼罩。 每次拍完戏,拖着一身疲惫回到住所。 翻开手机想要找个人说说话,只发现没有一个可以让他毫不犹豫就拨通的电话。 在父母面前,他早已从叛逆的小孩,长成了报喜不报忧的大人。 好在这一次,总算是苦尽甘来。 2008年,根据国产单机游戏《仙剑奇侠传3》改编的电视剧开始抽拍。 制作方和导演李国立一致认为,自带深情、好男人气质的霍建华是出演时常经义决的不二人选。 起初,因为档期原因,霍建华晚去了邀约,但那部助剧组三顾茅庐,让他最终接下了角色。 2009年6月,胡歌、杨幂、霍建华、唐嫣、刘诗诗主演的《仙剑奇侠传3》播出, 稳居同时段电视剧收视第一,并引发仙霞热潮。 剧中,徐昌青和子萱三生三世的爱情故事令观众至今难以忘怀。 而去外,霍建华和胡歌的友情也成了娱乐圈的一段佳话。 受童年经历影响,霍建华一直不善于交朋友。 但这个原则被胡歌打破了。 一样的慢热,相似的人生态度让他们结为挚友。 是胡不是祸,是祸躲不过的胡获CP令无数少女为之疯狂。 直至七年后,两人再度同框,登上时尚巴沙杂志封面,依旧能够引发热议。 时尚巴沙也就此开启CP双射的时代,被网友称作巴沙婚庆。 2010年至2014年,胡建华的演艺事业蓬勃发展,主演的《怪侠一枝眉》、《青蛇黄飞》、《笑傲江湖》等作品,受到观众的广泛认可。 他也终于有机会选到了自己想尝试的角色。 《战长沙》中外表冷峻、理性细腻的军官顾清明。 标门中命运多舛的硬派大标头刘安顺。 这两部作品被视为他的转型之作。 2015年,霍建华和赵丽颖合作主演了大热仙侠剧《花千古》,饰演新戏苍生、隐忍而深情的白子化。 剧集播出后,单日点击量突破4亿。 尽管去军年度收视亚军,但霍建华凭借这个角色人气飙升,并提名第二十二届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。 至此,他正是在立地电视剧市场站稳了脚跟。 和刚出道时一样,为了避免饰演过多同质化角色,霍建华决定再一次转型,向大一幕进军。 2016年,他与任大华合作了电影《真相禁区》,罕见出演反派角色,高智商黑客谢天佑。 同年,搭档万倩,秦海璐,主演犯罪嫌疑电影《捉迷藏》,挑战出演患有人格分裂的张家伟。 2017年,又和杨幂合作,出演了成龙兼致的科幻动作电影《逆时营救》, 饰演冷酷疯狂的绑匪崔虎。 几部作品虽然票房勉强及格,但口碑接连扑接。 转型失败的情况下,他接到了汪俊导演的电话,邀请他出演宫廷剧《如意传》,饰演敏感多疑的乾隆体。 前有《甄嬛传》九胜不衰的佳绩,作为他的姐妹片,《如意传》在立项之初就被预言是大爆剧。 创作团队在宣传时也极尽赞美之词,至极未播鲜火,将观众的期待值拉到了顶点。 没成想,于正指导的《严席攻略》抢先一部播出,成为当年逆袭的黑马,口碑和收视都远超如意传。 加上装造、台词、剧情、人设遭到多方吐槽,如意传成了哑炮,又遇上献鼓令被下架,霍建华的事业开始走向下坡路。 彼时,霍建华经历长达一年的拍摄,还未走出角色。 导演汪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是我毁了霍建华,他以后接戏更难了。 不料一语成衬。 2019年,霍建华与杨密合作主演电视剧《驻梦奇缘》,与马思纯合作主演电影《大约在冬季》,口碑收视持续走低。 此后三年,他除了在妻子林心如监制主演的电视剧《华灯初上》中客串了一个角色,再无其他作品问世。 很多人疑惑,霍建华去哪了? 直间回到2016年5月20日,这一天,霍建华通过工作室微博,宣布了自己和林心如的恋情。 同年7月,两人在巴黎岛举行婚礼,第二年,两人的女儿小海豚出生。 他们的相识要追溯到2005年播出的电视剧《地下铁》。 两人在剧中饰演情侣,明明都是专业的演员,却在拍吻戏时频频NG。 一向不主动的霍建华,开玩笑说要追林心如。 林心如没有当真,还叫她别自作多情。 2011年,林心如作为制片人,筹牌电视剧《青蛇皇妃》,三顾茅庐请来霍建华。 本意是让观众养眼,未曾想,这次合作让他们的关系更进一步,顺势传出绯闻。 时隔五年公开恋情,婚礼情节上,十年至有忠诚爱人的关轩宇,被很多人视作最浪漫的告白。 但由于当时的林心如因各种言论不当,引发争议,路人员已是跌落谷底。 霍建华在接受采访时吐槽,自己婚后,粉丝都跑光了。 2017年底,与她合作六年,将她捧红的经纪人玉红宣布离职。 几个月后,她因受不了长期遭受网友对自己婚姻的攻击,宣布关闭工作室微博,全面退网。 加上婚后的霍建华工作量骤减,回归家庭,粉丝们将不满都深陷在林心如身上,甚至传出林心如携子逼婚,挤走经纪人玉红等留言。 关于两人离婚的传闻也层出不穷。 2020年,林心如父亲的七十大受伤,夫妻俩现场喝焦杯酒,霍建华还亦有所指的说,真实的东西就是真的,假的就是假的,疑似回应昏变传闻。 其实她的消失早就有迹可寻。 花尖谷爆火那年,霍建华曾说过,害怕自己在名声中失去判断力。 我没什么才艺,也不会交际,更不会去判关系。 我没有后台,没有背景,我甚至有点跟不上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。 在观众眼中,她老干部的形象根深蒂固,但她却最不喜欢这些标签。 有次独自吃饭被粉丝偶遇,对方轻易地吐槽她是个吃货,这是当时最流行的网络词汇之一。 她却觉得带货的都不是什么好词,自己不能和家人朋友一起吃饭,本来就难过,还要被骂,鬼知道流眼泪。 她说自己思想老派,也很敏感。 杨幂爆料过,她不开微博是因为受不了别人骂她。 她也承认不想被评论绑架,甘愿放弃微博的流量。 她称呼喜欢自己的人为影迷,而不是粉丝。 他们来探班,霍建华每次都会事无巨细地关心一遍。 吃饭了吗?怎么来的?等一下怎么回去?注意安全。 她不喜欢收礼物,被问到粉丝送她豪车会怎么做? 她回答,打死她。 因为霍建华觉得,有钱要先孝敬父母,照顾好自己。 有次,一位影迷送毛巾给她,她退了回去,却将说明书留了下来。 以为那是影迷写给她的信。 和她合作过的人说,她对待片场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很好。 当我有机会做男一号的时候,其实我不管是对群众演员,或者是比我年轻的演员,其实都会给他们一定很大的尊重。 因为自己淋过雨,所以要为每一个还没出头的人撑一把伞。 工作中,她最怕麻烦别人。 拍摄《战长沙》期间,娘子发现她每天都是一个人端着保温杯到片场,助理却在化妆间玩手机,以为是助理偷懒。 实际上是霍建华不想什么事都指派助理来做,因为他一直记得当年自己做助理时,每日给人端茶倒水,跑腿订餐的日子,记得那种被无关紧要的小事,搓磨的自卑感。 哎,你助理呢?屋里呢?我还跟我助理和那些演员说,我说,这助理肯定待会就得被华哥给开了,就这工作态度哪行呢? 结果她的这样一部戏,都是她一个人,在现场,没有人帮她拿剧本,没有人帮她拿水平, 没有人帮她拿衣服,后来我才知道她一直有这个习惯,她是怕麻烦别人。 哇,这一点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,没有任何一个演员做成像她这样。 这样极具共情能力的一个人,怎会看不透自己的人生。 2024年6月,刘亦菲主演的电视剧《玫瑰的故事》播出。 这次依旧是汪俊指导,邀请霍建华出演女主角早逝的灵魂伴侣白月光,傅佳明。 有观众说,除了她,想不到这个角色还能当谁来演。 因为她塑造过太多白月光,甚至于,年轻时的她,本就是观众眼里的白月光。 或许,郭建华在45岁的年纪,终于明白了顺势而为的道理。 适时的离开,才是白月光最好的归宿。 关于她的故事就到这里。 如有一漏,欢迎留言补充。 我是十一,调言不易。 喜欢本期内容,烦请按赞,订阅。 如果还想听我讲其他人物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 你的每一次回应,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